下面这个事同样跟钱有关 ATM机我们并不陌生 自动存取款机 平时在街边取钱非常的方便 不过在辽宁的沈阳 就有一个ATM机让人哭笑不得 像在墙里的这台提款机高约2米 要想从这台机器里把钱取走 对提款人的身高绝对是个考验 记者在提款机旁边守候了30分钟 总共有6个人来取钱 仅有一人成功 成功取走钱的这位男士 身高在1米78左右 即便这样 他也得垫着脚尖 费了好大劲才完成取款操作 因为这台提款机的个子太高了 大多数人的头顶 也只能与他的键盘平行 即便伸长胳膊成功插卡 也很难看清屏幕上的提示 对于这台高个子的提款机 市民们纷纷表示高攀不起 那为何这台提款机 要设在这么高的地方呢 记者发现 这台取款机是设在老年公寓的一层 原来这里曾有几节台阶 今年7月 市政道路改造 原先的台阶被拆除 但考虑到老人们出行多使用轮椅 所以10月份在改建时 老年公寓门口修建了一个枝子形的坡道 这个取款机的位置正好在坡道底层的拐弯处 所以就显得它的个头缝外的高 这让人高攀不起的提款机 适用起来实在是困难 10月14号晚上 银行工作人员已经把它连夜拆除 并且在第二天一早 张贴了通知 告知市民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